神明代言人 沈榕老師25號又來做公益囉 老師除了原本就有 每月捐10萬 持續20年的公益計劃 這次他不只捐錢給紅心智慧 甚至還增設 沈榕老師特別立學獎 要來幫助弱勢學童安心就學 我要很感謝就是紅心智慧 他啟發了我就是 想要做善事的這個種子 因為我在做第一次的公益的時候 就是捐給了紅心智慧 我就發現到就是說 紅心智慧真的很有愛心耶 他們捐贈了很多弱勢的團體 包括老人啊 小孩啊 還有很多行動不方便的 這些弱勢的朋友們啊 那最近呢 有一個這個獎學金的部分 那我就想說很好啊 我覺得可以幫助小朋友 讓他們在讀書上面啊 就是因為很多弱勢團體的家庭 他們可能在這個收入方面啊 就是沒有辦法很充裕 那如果這一筆錢 可以幫助到他們的話 我都願意持續的來捐 真的是太暖啦 而說到最近最震驚演藝圈的 林志穎自撞車禍事件 老師也有話要說 因為林志穎的那個事件啊 讓我們發現到說 其實人是有福報的問題啊 那我覺得林志穎真的是很有福報 所以他才能夠在 千軍一法的時候被救出 那因為鬼月線要到了嘛 那沈穎老師要提醒大家就是 大家要小心就是 海邊啊 水邊啊 河邊 西邊 湖邊啊 要盡量少去玩 還有呢 很多人很喜歡去廟裡拜拜啊 那最近可能也會有一些水路的法會啊 那如果你的身體不是那麼好的人 也要盡量少去廟裡 因為有的時候會有一些 林界的朋友在那個附近徘徊 也很容易就會卡到陰這樣子 如果想要讓自己運氣更好的話 記得在農曆的這個鬼月的期間 要多穿亮色系的衣服 那黑色的衣服要少穿 老師說的話要快點記下來喔